那今年的这个华人的新年 我们看到在图案上是一只什么动物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华人相信今年是轮到这只公鸡 所以今年被称为是鸡年了 Year of the Rooster 鸡年 那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去查一下 到底我们的十二生肖每年都排一只的动物 到底它的由来是什么 这些的动物所要带给我们华人的祝福是什么 那么我在1月29号给大家看了一个短片 那么我知道年初的时候很多都因为去拜年而没有来教会 那么我给你恩典今天再让你看多一遍 那么那些看第二遍的我相信你更有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要告诉你今天你要怎么样在华人的新年得到真正的祝福 所以我们先来观赏这个十二生肖的由来 十二生肖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是没有生肖的 有一天玉帝想选出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的生肖 于是玉帝下了一道圣旨 明天召开生肖大会 各种动物请赶早到天宫报道 那时候猫和老鼠还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生活在一起 接到圣旨他们都非常高兴 决定一起去参加 猫喜欢睡懒觉 它对老鼠说 明天早上出发的时候麻烦你叫醒我好吗 放心睡吧 明天我一定叫你 第二天早晨老鼠早早的起来收拾好自己 吃过早饭就独自上天宫去了 住在清水潭里的龙也接到了生肖大会的通知 龙浑身长满亮晶晶的领甲 十分威风 唯一不足的是 他的头上光秃秃的 他想 要是有一对美丽的脚该多好啊 正巧这时有只公鸡站在清水潭边 把潭水当镜子照呢 龙看见公鸡头上有一对美丽的脚 连忙游过去向公鸡打招呼 你好 公鸡老弟 明天我要去天宫参加生肖大会 把你的脚借给我带一带好吗 龙哥哥 我明天也要去呢 这时从石头缝里钻出一只蜈蚣 他笑着打圆场 公鸡兄弟 你就是没有那对脚 也很帅气 我来做担保 你就把脚借给他吧 公鸡听了这话很开心 他想了想就把脚摘下来借给了龙 第二天 各种动物都早早的来到了生肖大会 玉帝根据大家赶到的时间先后 选出了牛 马 羊 狗 猪 兔 虎 龙 蛇 猴 鸡 鼠 十二种动物 作为人的生肖 动物选出来了 可是先后顺序 还没有确定 这十二种动物都想做第一位 玉帝看着争论不休的动物们说 你们中间牛最大 就让牛领头做第一位吧 大家都表示赞同 没想到小老鼠却跳出来说 我不同意 我比牛还大呢 动物们都说老鼠吹牛 老鼠理直气壮地说 父亲咱们就去试试 于是玉帝带着十二种动物来到人间 果然老鼠在街上一出现就听到人们大喊 好大的老鼠啊 而当牛出现在街上的时候 就是没人说 牛长得大 玉帝也只好无可奈何地 让老鼠做第一生肖 让牛做第二生肖 老鼠做了第一生肖 得意洋洋地回到家 猫这时睡醒了 它迷迷糊糊地问 你怎么这么高兴呢 生肖大会开始了吗 早就结束了 我做了第一生肖 猫听了 生气地问 你怎么没叫醒我呢 老鼠却理所当然地说 我忘记了 谁让你那么贪睡呢 这可气坏了猫 它喵的一声扑向老鼠 从那以后 猫和老鼠就成了死对头 公鸡从生肖大会上回来后 也是一肚子不高兴 原来玉帝把龙排到了鸡的前面 公鸡觉得一定是自己那对角的原因 所以它决定把脚要回来 公鸡来到清水潭边 龙哥哥 请把脚还给我好吗 谁能证明 这对脚是你的 说完 一头钻进了水里 公鸡生气地拍打着翅膀 大声喊 龙哥哥 脚还我 可是龙说什么也不出来了 这时公鸡想起了当初做担保的蜈蚣 就去石头缝里找它 没想到蜈蚣却说 我也没办法呀 龙长得那么大 它要是耍赖的话 谁说什么也没用 公鸡气得满脸通红 一口就把蜈蚣吞进了肚子里 从那以后 公鸡见到蜈蚣就啄 而且每天天一亮 公鸡就会伸长脖子 放开喉咙大叫 龙哥哥 脚还我 所以你每天听到公鸡在叫的时候 其实他在说 龙哥哥把脚还给我 那你想 这个十二生肖的由来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以前我们从父母那边听来的 就这样一代传一代 到现在我们去找那个资料的时候 发现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华人就是一直的 把这样的一个传说传下去 所以每一年那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就会人家问你 你是属什么 十二只动物里面你是属哪一只 同时我们看了这个短片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很多的问号 为什么猫没有排进去 为什么十二生肖里面没有大象 没有狮子 所以你可以问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建议你上网去找一下他的答案 然后找了之后让我知道 因为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查 但是你可以问 但是这些的答案所给我们的 都不一定是真的 是一个传说而已 那最少在刚才的短片的里面 我们发现这十二生肖里面 有很多的问题 单单那个排名 你就能够看到说 有的动物很妒忌 老鼠排第一 那个猪大哥排第十二 那排第二的一定很生气 排第一的 所以在里面就有很多的勾心斗角 很多的这种的妒忌在里面 那今天我们知道说 在新加坡有很多其他国家 妒忌我们 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排第一 机场排第一 还有什么排第一 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要排第一 所以无形中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这样的一个文化 已经深根地骨在我们的新加坡人 的家庭的里面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那种的教育 那种的要求也是 每一年要看到你的孩子考第一 你想象我们的时代 没有这种的压力 现在的时代的孩子 都面对很大的压力 有比较又有要求 所以除了我们在机场 各方面排第一 你知道最近的报告给我们看到 我们的精神病院是排第一 全世界 为什么 而且里头很多年轻人 也有孩子了 谁造成的 父母亲我要富裕你真的 这些你的孩子 每年能够考第一考第二 都不是最重要 因为你不要付出 这样么大的代价 让你的孩子面对这种的压力 我不会羡慕那些 很有钱的住大房子的 因为你可以去访问他们 他们会告诉你那种的压力 每个月要去还那种的债务 要去还那种的贷款 是真的喘不过气来 每个晚上都不能够睡好觉 因为每个月所要付的这些的贷款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把这种的压力放在我们孩子的身上 每个礼拜一定把你的孩子带来教会 让他们来认识上帝 跟你一样的来敬拜这位上帝 让他们一切的重担都能够谢给耶稣 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们不要好好的读书 当然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的里面 他们是排第几 所以这个十二生肖 你再去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今年是华人称为是基年 那基年要带给我们社会 有什么的祝福 那我去查了之后 也发现 有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猫要抓老鼠 那不晓得现在的猫还会不会这样做 但是呢 在十二生肖里面我们是看到 因为这个猫被老鼠所骗的 他忘记叫醒他 所以让他终身的遗憾 没有机会被排名在十二生肖里面 所以从此呢 猫跟老鼠就变为仇家了 那我们也看到 公鸡呢 公鸡也跟龙大哥成为仇敌了 龙大哥借了他的脚 但是没有还他 不愿意还他 我们马来话有句话说 龙大哥是 然后那个担保人 那只 无公呢 也退缩了 出卖了这只公鸡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只公鸡呢 是一只非常充满的仇恨 生气的公鸡 所以几年前你去看一部电影 叫做Angry Bird 有没有 Angry Bird就是这样 他一直被骗 然后专家呢 这个看十二生肖的专家呢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今年 今年 属鸡的人 今年2017年有大难 所以我们当中 是属鸡的 你要注意了 专家说 今年 今年呢 是大难的一年 2017年的命 是一只凶鸡 不但是凶鸡 刚才我跟你说 它是一只Angry Bird 它里面充满着 很气恨 属鸡今年 属鸡的今年有大难 那今天我们知道说 不管是 这个十二生肖的 由来是真的还是假的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 也不去管它 但是我们就把自己呢 放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属灵的环境的里面 无形中呢 我们就被 这一种 黑暗 所挟制了 所以我盼望 今天既然 今年 属鸡的是有大难 那我要介绍你 认识 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鸡 好 让你今天 不要说我属鸡的 让你今天 要属什么 要属基督 跟你哥必说 你要属基督 如果你的父母在问你 你今年属什么 你跟他 属鸡 鸡 会不会 你跟哥必说 我是属鸡 鸡 因为属地的鸡呢 你看到 他充满的怨恨 充满的妒忌 因为这只龙大哥呢 他骗了他 借了东西不还 所以今天 你如果还是属鸡的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让你快快 来属基督 那么你会问 这位基督他是谁 那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来看见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是模棱两可的 因为耶稣基督 两千年前 来到这个世上 他就是要让世人 知道他是谁 所以在马太福音 十六章 的十五节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段经文 耶稣基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八月纳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只是的 所以耶稣基督问 彼得 跟了他三年 到底他认识 不认识这位耶稣 那耶稣问了之后 彼得就给他的答案 耶稣就是这位基督 基督的希伯来文 是弥赛亚 希腊文是 翻译成为受告者 当时有很多人都 叫自己的孩子 叫做耶稣 耶稣是拯救者 但是唯有一位是基督耶稣 像今天 你问我 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顺祥 在这个世上 也有很多人 也叫这个名字 张顺祥 但是呢 只有一个是张顺祥 牧师 所以基督就是 耶稣的这个职份 他的贤头 就好像我们国家 只有一个 李显龙 总理 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 称呼 耶稣基督 或者基督耶稣 都是对的 他是谁呢 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今天我们认识了 你问我 牧师在 在新月 在福音书里面 有没有记载 关于公积的 那么耶稣 有没有讲 公积的事情 我说有 但是记载的时候 都是不好的 在福音书里面 四本福音书里面 当耶稣提到公积的时候 他都说 当公积 教之先 彼得要三次不认我 这是耶稣在圣经里面 所说 当他提到公积的时候 今天 我要介绍你认识 这位基督 不要属基 要属基督 阿们 阿们 所以 我们信 耶稣的人 就是属基督 属基督的人 就是称为 基督徒 所以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 把基督 介绍我们认识 我们信 耶稣的人 我们属 耶稣的人 我们是称为 基督徒 不是耶稣徒 圣经记载 我们是基督徒 很大的不一样 那今天你和我要做一个选择 你要做一个选择 你要属基呢 还是要属基督 那么你如果今天选择 牧师我要属基督 你会问 到底属基督 有什么祝福 29号的时候 我跟你说 圣经里面 属基督的 有很多的祝福 但是呢 在经历里面 我先介绍你认识 有十大的祝福 我们属基督 耶稣的人呢 有这十大的祝福 那上次已经跟你介绍三种 第一种是什么 就是救恩 我们如果今天决定 信耶稣基督 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呢 你就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 透过主耶稣基督 祂要赐给你永生的生命 这是最大的祝福 最重要的祝福 刚才在默哀的时候 我们唱这首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当你认识耶稣 当你信靠耶稣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这个永生的生命 你有了吗 你如果单单是属基的话 机会圣诞 机会叫 龙大哥把脚还给我 这么多 那今年的KFC一定呱呱叫 因为属基的人都不敢吃鸡 我不知道属基的 你能够得到什么祝福 但是呢 等一下我告诉你 其实刚才我们看的 这个短片的时候 其实在鸡的生命上呢 有很多很多的病 很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快快来属基督 才能够解决的 所以属基督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祝福就是 我们信耶稣得永生 第二呢 我们信耶稣属基督呢 我们有这个新造的生命 新造的生命 新的生命 旧事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上帝要在这新的一年呢 给我们这个新造的生命 不再让旧的事来绑住我们 我们在基督里面 能够得到这新生命的祝福 第三 在基督里 我们属基督的呢 我们能够得到 丰盛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命 不但有永生的生命 有新造的生命 我们也能够得到 更丰盛的生命 好不好 要不要 这是 这三样 我刚才有说 我们有十大的祝福 这三样就给你夹尾料了 太棒了 这两年我们救主堂定为 丰盛祝福年 我们在基督里 耶稣说 我来是要给你生命 而且给你更丰盛的生命 这是耶稣的应许 在基督里 我们要享受这种更丰盛的生命 好让我们这个生命 能够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 把这个福音传开 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 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 带给更多的人 同时呢 我们知道 在丰盛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也能够去祝福别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 从今年开始呢 我们也有第二次的奉献 我们听到 我们就去行道 我们就要在基督里面 去经历上帝 更丰盛的生命 当你去做的时候呢 上帝就会加给你 这是上帝属灵的原则 你如果听了之后 你都不要 那么你什么都没有 就很可惜了 你就白来 而且白活了 所以在今年里面 我不 要弟兄和姐妹 只是来听 我们一起来做 一起来活出 那这十大的祝福 是满满的 加在你和我的身上 阿们 第四个祝福 当我们选择在基督里的 第四个祝福 就是饶恕的祝福 一起说饶恕的祝福 为什么第四个 我列为饶恕的祝福 因为刚才看的这个短片 我发现 你属鸡的 就是像鸡一样的 心里面 心里面带着很多的 仇恨 苦毒 被出卖 被骗 龙大哥 跟他借 说过后 还给他 没有想到过后 不还 这个蜈蚣 做担保人 也不敢惹 这个龙大哥 所以这只鸡 生气起来 就把蜈蚣吃掉了 他不敢去 吃龙大哥 因为龙大哥太大 恐怕龙大哥会把他 吃掉 我们也看到 这只鸡的日子 就很惨的了 每一天在那里 很生气 特别是在 排名的时候 你想这只鸡 攻击它会想 如果我当时不把 我的脚 借给龙 龙可能就排在 第十名 它排在第五名 因为在排名的时候 那个玉帝 他们是说 看到龙的脚 很漂亮 所以把它排在 第五名 这只鸡排在 第十名 他在那里 也是觉得很不甘愿 如果我当时不借 如果当时这个蜈蚣 不会给抢 说要做担保 我就不会借给他 今天我就不会排在 第十名 所以今天在 你的生活中 在过去里面 是否也是 有这些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 人家跟你借钱 跟你借东西 到现在还没有还 2017年 他说 杀三个以后 拿到薪水 他就还你 但是到今天 还没有还你 你里面很生气 是否也有遇到 被欺负 被欺负 或者在你里面 很妒忌 在家里面 你的父母 看不起你 你的父母比较疼女儿 或者你的父母比较疼 那个常常考第一名的 我相信 这些的事情都常常 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当 有的人 有时候碰到 踩到我们的脚子 就会发作 我们就会发脾气 我们就会 很生气 今天 如果 你要是属鸡的话 这个问题 就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你如果选择 在基督里 耶稣来 他留下了榜样 他也被出卖过 他也被人家 骗过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 他向天父祷告说 父啊 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晓得 他们做什么 我们有了 基督的生命在里面 我们 也就能够去饶恕 这也是一个 医治 也是一个释放 我们在做心灵排毒的 就是在处理这个东西 所以 在你里面 在过去里面 有 这些的事情发生 累积在你里头 夫妻的关系 可能夫妻的关系 都常常有这种的 口角 或者受伤害的 今天你要在基督里面 你去选择饶恕 当你去饶恕的时候 你就释放了你自己 因为上帝 祂爱祂的儿女 祂不要看到祂的儿女 继续在受苦 祂要医治你 祂要释放你 在十二生肖里面 我们看到 这只老鼠 也每天过着 一个非常内疚的生命 因为祂忘记叫醒了 这只猫大哥 害了猫大哥 永远没有机会 被列在十二生肖里面 这只老鼠 每一天 也在躲躲闪闪 怕遇到猫 所以活在那种惧怕的里面 是否今天你也是 像这只老鼠一样 心里面充满了惧怕 不晓得 你的敌人什么时候 会来找你 会来报仇 今天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你要饶恕 你要 如果你是得罪的人 你要求祂的饶恕 上帝的方法 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我在我这一生里面 有两次 受了很大的伤害 一次是在我八岁的时候 我被车窗 遇到了这个意外 那个时候我妈妈帮着我 抱着我的妹妹 然后要过马路 在中间等这个车过了之后 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次 有辆车 驾得很快 就把我们三个人撞了 我们就飞了 所以那次的意外 车祸 八岁我住在医院 一个月 肋骨断了好几根 那个创我们的司机 也跑掉了 那个是在我八岁的时候 1962年 所以我那个时候 里面很生气 我这么年轻八岁 就要躺在医院 我不晓得我还能够活吗 那种的车祸 我很生气 我说要报仇 在医院八岁报什么仇 一直到我信了主的时候 在1980年 1980年我受洗 所以就救主堂 我们受洗的时候 是要应征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组长问我 你有什么不饶恕的 我就说有 有一个我不能够饶恕的 因为这个司机 把我们三个人 创了之后 他跑掉 但是这个组长很好 他用神的话帮助 你已经受了18年的苦 你还要继续的 被这件事情捆绑你吗 所以那个时候 我才25岁 如果上帝再给我 活80年的话 不值得 我继续的恨下去 所以我选择 饶恕 我不要像这只公鸡一样 永远活在那种仇恨的里面 我放 其实我放了 他也是放了我自己 得到这个自由 得到这个医治 那个是在1980年 那么在2000年 我第二次又受伤了 2000年的时候 当时呢 全世界都很怕 那个千年虫 千年虫的事情 大家都不敢坐飞机 感谢主 我相信很多基督祷告 让这只千年虫 不会来 但是那一年 虽然千年虫没有来 但是我就被 属灵的千年虫咬到 因为我有一个同工 出卖了我 然后呢 把教会里的 一半的人带走 我在那次 我第一次的 侍奉 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伤害 我差一点 就倒了 因为从那件事情 发生之后呢 我每天都头晕 头晕 那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驾车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晕又来了 我就看不见 所以我赶快的 就把车停在一边 然后有一次 我从办公室 五点多我要回去了 我驾到一半呢 那个头晕又来 所以就赶快 把车停在旁边 那那个时候刚好 赐福弟兄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找我 那我相信上帝是 用他当时打个电话给我 我说 赐福啊 我现在头晕了 我需要你赶快来 帮助我 所以那个时候 赐福就驾他的车 来到那个 Canderman那边找我 找到我 然后他帮我 把我送到家里面去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种的伤害在里面 造成我 病倒了 我的头每天晕 因为我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病就来了 所以六个月 六个月 当时六个月 没有办法 做什么 当我们在基督里 如果我们也让这种的伤害 继续的在你的里面 你仍然也是会被攻击 也是一个破口 所以我们当中的 你有属机的 你有伤害的 今天赶快 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当中 已经是属基督的 但是你里面 你知道 有很多的毒 属灵的毒 你需要排掉的 不管是 自卑 或者自怜 那十二生肖里面 排第一的 也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他 每天在惧怕 排在第二 排在第三的 他们也很妒忌 为什么不是我 排在第一 所以我知道说 黑暗的权势 都一直要用这些 使得我们不能够活出 丰盛的生命 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他要带给我们 第四大祝福 叫做饶恕的祝福 而这个祝福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祝福 我们一起站立 来 我们来读这个 这段很重要的 劝勉 一二三 来 爱我们的神 绝不希望 绝不希望自己 而你 活在不饶恕 和苦毒的光景中 这种人 只有活在痛苦 和咒诅里 这正是 为何 他一再 要求我们 饶恕他人 正如圣经所言 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 一样 饶恕他人 就是放过自己 用爱面对一切的 就是最好的饶恕 阿们 今天 在这新的一年 让我们中间 有新来的朋友 你也能够得到 这个祝福 永生的祝福 新生命的祝福 更丰盛的祝福 饶恕的祝福 只要你 今天说 我要信靠耶稣 等一下我们 会邀请 我们当中 有三种的人 出来祷告 第一种 就是 那些 还没有属基督的 今天是你最好的机会 来 来信靠耶稣 然后第二种 就是那些 你在你的生命中 面对许多的伤害 还没有放的 还没有饶恕的 等一下在 唱歌的时候 邀请你到前面来 那第三种 就是那些 有病痛的 有忧愁的 那这个信息 我也预备了一个宣告 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每一天 我们 来宣告 因为 我们要知道 我们属基督的人 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祝福 是何等的大 所以我们一起 来宣告 我列了 我们属基督的 有十大的祝福 这十大的祝福 我们一样一样的来念 来 我属基督 使忧伤变为喜乐 再来 我属基督 使忧伤变为喜乐 我属基督 使生病变为健康 我属基督 使一切重担脱落 我属基督 使怀 我属基督 使软弱变为刚强 我属基督 使失望变为盼望 我属基督 使失败变为成功 阿们 好不好 再来一遍 刚刚出炉的 那我把它宣告出来 因为我们不用再求了 因为在基督里面 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 从负面到正面 那我们要同我们的口中 把它宣告出来 让你经历 上帝在基督里面 所要给你的祝福 我们先来再念一遍 这七样 然后我才给你看 后面的三两 来 一二三 来 我属基督 使忧伤变为喜乐 我属基督 使生病变为健康 我属基督 使一切重担脱落 我属基督 使怀疑变为信心 我属基督 使软弱变为刚强 我属基督 使失望变为盼望 我属基督 使失败变为成功 我属基督 使贫穷变为富足 我属基督 使捆绑得到自由 我属基督 使咒诅变为祝福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来唱 有一位神 唱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十样里面 你都有 就出来祷告 因为我们要在基督里面 我们要释放祢 让祢能够去经历 这个正面的 在基督里 阿们